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周末的素描的内容 素描一共是四周的内容 然后两周透视 两周黑白灰 这上周画的作品 我也没有再次深入 按理说应该上色 我为了有的东西上周 可能没看到最后的效果 我还是跟上周有关系的 素描的内容 这是一张比较完整的 今天的作品 今天的内容 需要的其实更多的是理解 而不是要完成作品 即使作品也是一个习作 上周的作品大部分同学有发给我 我也针对性的每一个都提了一点自己的小的建议 素描有一些硬性的要求 给大家提的建议 不管现在你能不能做到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 大部分提的要求 我很清楚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这个很正常 你不可能全部都做到 如果说一出现问题 我一改就改过来了 那这个学习就太容易了 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我希望它变得容易一点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 你明知道是这样 但是你真的做不到就是你现在需要练习的部分 这跟弹琴一样 你也知道错在哪了 但你就那个手就改不过来 你需要反复的去练习 才能变成那样一个惯性的肌肉的记忆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明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准 但你改了这儿 你发现这儿也不对 改了那儿 这儿也不对 每个地方都需要改 改着改着就没有信心了 就没有那个意志力了 我们讲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太强调 大家能画出来就非常好 而且超过一半的同学画的 基本的透视跟动视都很好 动视指的是这个机器人 毕竟是一个以人为蓝本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以人的动作作为基础动作的 他像人一样动 是吧 他不是像动物一样动 那机器人 那么人物的动作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是吧 弯腰上身向前 两腿一前一后 有那种攀登或者跑起来的动作 然后两手也是 一个比较负重下垂 一个向前摆动 那么左右搭配的一个协调动作 这是动作的部分 大部分都画的还是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透视 近大远小 有强烈的这种 透视关系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盒子的原理 这盒子近处的这条边 近处的这条边 就离你近的边 要比离你远的这条边要长 要大 这就近大远小 在透视专业里叫做透视缩形 没所谓 你只要知道原理就行 至于怎么叫 我们不是美术理论学习 我们不需要迟到的那么具体 你只要知道实际上眼睛看到的效果就可以 那么每一个其实都有透视 都有一个大和小的变化 前和后都有近大远小的变化 这一段的距离和这你比这边就短了 这一段距离跟下面这一段比 我们试想一下把这条线连起来 把这条线连起来 那么明显下面这条小一点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部分 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去沟通和交流 如果你的视频里暂时没有作品的话 就把视频关上就可以 不需要你直接打开摄像头 原因其实比较简单 原因并不是不希望看到大家 挺好长时间不见 还挺愿意看到大家 原因是这个课程有的同学辣掉了 可能我们会发到一些网络平台上 让大家能够缺课的程度情况下 补上这个课程 补上这个课程 然后如果有太多的人的脸在里面 我们发到平台上不太方便 有的同学你又不愿意真的说让你的肖像在所有的场合去被看 所以这个是上礼拜的这个作品 然后就是做了粗细变化 我跟很多同学说了粗细线条变化 我知道肯定有的同学不是很明白 或者即使你明白 你已经做得非常辛苦 你不想再做了 我也能理解 比如说像这样的线条 边缘线的线条 和里边的这样的线条的粗细 有明显的区别 这个区别要画出来了 这个区别要画出来 那这个区别其实很重要 包括这样的转角有的地方会略增粗 看到吗 有些地方转角的时候线条会略加粗 让整个的机器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有整个的机器有非常 就是这个机械感比较强烈的时候 我这个转角加粗了以后会让它稍微圆润一点 就跟你家里开的汽车一样 虽然也有棱角 但棱角不是死角 不是打死角 死者不是那样的 稍微圆一点 比如说我拿这个 我桌子上一块硬盘 我们以这个硬盘为例 这是一个工业产品 那么他做的这种感觉 你看他有一点偏圆的感觉 他不是真的一个死角盯起来的感觉 如果真的是个死角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其实工业产品 就是机械部分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需要跟大家去交代的上周的内容 那么这周我们进入建筑 建筑绘画 这个其实是延续了我们前面六月的人物绘画的一个内容 把人物绘画的动作和机械的透视 放在一块 然后课下我有时间的时候上上色 因为这个景天柱很典型的 红色车头应该是蓝色的头盔 还有一些蓝色的挡板 还有一些红色的遮盖 几个部分上了以后 红蓝配搭配应该是很强烈的一个作品 当然一上色呢 整个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 那么基础的部分就被掩盖掉 我们大部分作品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画颜色的时候呢 看起来没什么意思 但画了颜色呢 基础的部分你就觉得看不到了 实际上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和上周我画的时候 你整个的感觉 我一直在清理那些线条 寻找透视 找到中线 是吧 一直在做这种很基础的工作 而不是着急去画效果 这增加一个这个 这增加几个这个装饰是吧 不是增加的 包括这上面有些随意的这种反光线条 或者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线条 其他的一些效果 我再说一下 如果你已经没有太重要的问题 不要总使用聊天工具 因为我要跟每个人都说一句话 我们就下课了 我们现在有48个人 每人说解答一个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短时间不要聊天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去回复你 所以在这个机械的部分是这样的 机械部分我没有画效果 课下有时间我当时画完了效果 画完了那个红蓝的搭配 还会发给大家 因为红蓝搭配加上白色 红蓝白搭配也是色彩当中比较简单的 红蓝白红黑黄 这都是比较常用的设计类搭配 当然不一定是打纯红纯蓝 包括你看到各国的国企里面 红蓝白红白蓝的这个搭配 红黑黄这类的搭配也是非常多的 绿色相对是一些特殊地区比较爱用 绿色放进去 视觉效果来说如果是装饰性的简单图形 那说不是会那么满 让人不会那么满 那么这是上周的作品 那么这周我们去完成给大家已经发到家长的群里了 大家方便的话自己自行打印 因为其实上课平日上课的时候 都是我帮大家打印 如果需要特别清晰的资料的时候 或者用电脑屏幕电视屏幕投屏这样子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这个作品 我们两个作品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是吧 一个是这个作品 两个作品 两个难度不太一样 但其实都是基础的透视原理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比较比那个还简单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更适合我 我觉得简单一点 那你就使用这个图片 然后作为你今天的席作 一般大家一看这个呢 我们都会被表面的这个效果给征服 就是一看 哇 灰背景 还有点 然后这个棕色的这个建筑 房顶是浅灰的 浅灰的这种斑驳的效果 面对透视作品的时候 你不是应该这么去看待作品 如果你这样看待作品的话呢 就说明你看这个作品看的有点简单的 看的有点简单的吧 拿一张纸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啊 今天的内容主要不是画的 今天不是主要画的 主要是你要明白这个到原理 明白原理 如果原理不明白 你怎么画也画不对的 你画十年你也是原理不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看到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要建立 当然它大概的位置还是上下左右 把它放在画面中间 这个就不说构图 上下我们开始建立盒子 就是它最主要的部分 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 你要知道它视频线在哪 我们把视频线放在机会上 是在这 在这个上面基本是在这 然后就是盒子的效果 这个边盒子就是有三条竖线 你看到第三条在哪 在这里 这个时候你非常需要清楚的是 这条线到这有多远 这条线到这有多远 也就是哪边长哪边短的一个效果 我把视像头的垃圾 然后你如果你需要切换摄像头的话 那么你就点击你屏幕上的那个 就是点击两个任意一个屏幕 它那个摄像头可以 那个主屏幕可以切换 我已经视为焦点视频了 这个关系就说明你的角度 就这条线离它近还是离它近 这个问题 这是你的角度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知道上面的这个点在哪 下面的这个点在哪 基本这样 然后这个的倾斜的角度是有多大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这个是什么样的角度 这个是什么样的角度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建筑的基本造型 那我们试想一下这个房子有四个墙面 我们看到两个的还有两个在后面 应该在这 那这个透视如果完整的连接出来是这样 应该能看到是吧 我稍微的加强一点 省得大家看不太清楚 那么后面的这个 比如说四个墙角 现在画了三个 一个两个三个 还有一个挡住我们看不到了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用虚线把它画在这 然后那这个房顶的部分是这样 房顶 地面是这样 地面是这样 就这样一个效果 那你需要就看到这个东西 你的视频线 是这个墙角在哪 这是它的主要的结构部分 那你说这也不是房子 不是这个方合吗 对 你现在不是房 那你需要怎么样 把它增加 研制它的透视的角度 这样 这个你可以不用画 你不要现在画 不要抢着画 这一定要记住 我给你讲的时候你要听 听不懂没关系 听不懂没关系 但你别不听不听 你肯定不明白 上面增加一块 那么找到它的中线 中线不是在这两个的正中间 我们说近大远小 那这个点应该离它远一些 离它近一些 那大概在这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房顶 房顶的造型 那同样的我们再拉一条线 还是这个中线 这样拉过去 那么这条再来这边连接 这是房顶的造型 屋顶 是不是 那么说前面还有一块呢 那前面顺着这个房仪 这条线 那前面我们还是这是一个 突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增加的造型 增加的一个斜的锥体的一个形 下面还是一个方块的一个形 是吧 这条线跟这有关系 这个这样 前面这还出来一块 是吧 我们还是一样的 延伸这条线 还是 这个下面多出一块来 那么这儿又是一个盒子的形 永远记得要盒子 要盒子的形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形 这样的一个形 然后加斜坡 那直接把它斜过来 倾斜 OK 这个就是这房子的基础形了 房子基础形 有的东西可能说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对的 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完全简单 但是这个因为我 我很熟练了 实话讲 我很熟练了 这个应该再往前一点 它还到水里一块 是吧 到水里一块 那么还是连接 透视没关系 你做不到也没事 你现在这个透视都不简单 不应该叫简单 这个透视可完全不简单了 你做不到没关系的 这个需要很多次的练习 你想一次要是做到的话 你首先的年龄你要超过12岁 你要12岁以下的话 这么熟练 可能性比较小 可能性比较小 也就是说你不用在意质量 你只要明白我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因为我很熟悉了 因为我很熟悉 我做过一些游戏的场景 所以画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就是基本形 我们从一个盒子的基础状态增加了很多细节 那剩下就是越加越细了 其实这个时候画就画完了 我指的是透视部分啊 画不是真正画完 透视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剩下就增加就行了 比如这柱子什么样的 那我这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 这柱子有多粗 那我认真细心的画上就行了 用的是你的细心和耐心 我们说三部分啊 细心耐心加认真啊 这三部 那我就画个柱子不就行了 是吧 这房檐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给它画上一层一层的什么样的就行 这瓦片什么样 我们一个一个画就行了 那这个并没有难度了 是吧 我们再给大家近看一点 这个 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了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啊 一个理解的问题 当然各种透视情况呢 不能用一张作品全部都涵盖 全部都放进来 大家提问题啊 好 跟大家解答一下啊 因为没开始吧 有的时候可能我画现轻了一点 如果你没有这个 就是你没有完全理解 或者没完全明白 没有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 那作为同学也好 作为家长也好 就是这个课讲完了 你没明白 很难过啊 然后明明跟我讲了 但是呢 我还是没明白 没有关系 那么你只是去尝试就可以了 你只是去尝试就可以了 那我再做一张示范啊 再做一张示范 那当我如果说 我这个对于我来说 哎呀 这个太复杂了 特别的复杂 那怎么办 从画面的中心开始画 我们用另一个办法 用我们插图的办法啊 我们找到这个画面的交叉 找到这个中心 这个中心在哪 你在画面上去对应 基本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 基本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上 看到吗 那我们顺着这个画这条直线就可以了 顺着这个地方画这条直线就行了 这第二个方法啊 那画到上边大概有多长这一段 你要去比较 那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啊 也就是这个地方 离纸的边缘有多远 离这有多远 那基本上是二分之一略靠下的位置 那我们就标记在这儿 下面也是这个点离下面有多远 离纸边有多远 那基本是二分之一略靠下 那么大概在这儿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作品了 可以开始这个作品 比如说这条线 有角度呢 没有它是平线啊 几乎是平线 那你直接沿着你的这条线画出去就行了 是不是 那这面也是一样沿着画出去就行 那我们就从这个柱子开始 已经可以画这张作品了 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近大元小 这个地方长一点 那这个我只要短一点就可以了 比它短一些就可以了 我们去连接一个房顶 那这个面出现了 那这面也是啊 我们去这面短一点啊 让墙的另一面 画出这样的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就让直接进入细节 你不用管别 直接画就行 比如我看到什么 你直接上去画 比如柱子 柱子 是吧 我们顺着这条线 我直接去画一条线啊 就是它那个 房檐下面的这一组 这一组遮挡 那这边的柱子 还有两个柱子在中间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柱子加上去 比如我用很初级的一种办法 我直接画啊 我不想那么多内容 这透视能不能完成啊 可以啊 可以 比如这个上面的细节是什么样的 那我就开始直接进入细节 我看到啥画啥 啊 这个上面有一个防梁 那防梁可能这样过来的 是吧 它这个斜面 那上面有这个瓦片的一个效果啊 那我就一组一组的认真把它画好啊 我就直接这样画行啊 可以的 多出来一块儿比它是吧 下面有很多的这个圆子 这叫什么领子啊 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基础结构 一个一个的 我把它画出来 我就按照我前面去画 然后 那每个都有一个木头嘛 它是一个柱形的 那我把这个季节添加上去 好了 那这个细节已经出现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边上这儿有一个 房屋的屋脊的一个特殊造型 那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行了啊 这这样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斜的这个三角的一个造型 每个都有 你就从一个门廊开始啊 一个阳台的这个二楼的这个这个平台啊 就开始就可以 那下面也是一样的 这儿有很多的小的柱子 中间有围栏 中的围栏一颗一颗画上去 把这个双线啊 拦住 中间有树啊 树的 那我就认真地把这个画好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理解 需要的是耐心 你把一根一根都画好就可以 你画的这儿不想画你乱画 那个 就违反了我们课上基本要求 你即使画你看我画的歪歪扭扭 不好 画也没有关系 不好也没有关系 每一段都有 那我一段段把它认真的画好就可以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边也有一个树的围栏 到这儿 我们也是把这个画上去 树栏 啊 这样的一个部分 直接上面有柱子 柱子上面有 这个遮挡的这个房檐的部分 然后这个房梁有很多的交叉的部分 那你把它画好 那这个时候这个房子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是不是 它尽管不像上面这个画的这么像图纸的感觉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办法 那么你这个时候不用完全的管你的 头饰是怎么样 那么素描当中 是哪个大是哪个小 我不清楚 那我要尝试去做 所以你做比你知道的那个内容要重要的多 你要去做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希望大家是在这个方面得到一些方法 啊 得到一些方法 实际上透视的那个内容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同学 基本到十一二岁的话 就是就是可以接触这个内容 但这个内容非常的繁琐枯燥 我们在平常的课程里面没有专门跟大家说 除了我们以前就周六有素描课 在素描课上 我们已经跟同学有反复的练习和交流 因为大部分一周一次的课程 根本没有办法跟大家做这个练习啊 我这稍微就讲了一点点啊 其实还有好多透视的状况 我只讲了一点点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而且讲了你不一定还能明白 那么这两种方式是你要知道的 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太困难 用这样的方式也行 也没有问题 只要出来是房子就可以 所以你只要去做就可以 没有谁是能一次性把透视就完全解决了 因为透视是个学科啊 如果在大学里面的话 还要学一年的时间 那一年的时间 你想通过一周或者四周的课程啊 四周一次1.5个小时 一共6个小时 你想问透视呢 不可能呢 不可能的 即使是有美术基础的 嗯 那个 在大学的学生也要用一年的时间学习透视啊 所以非常复杂 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些方法 那下面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开始啊 就可以开始这个部分 那么另一张呢 有些东西说我想画那张 可以 可以 那么你看看这张是什么样的一个透视情况 这张是怎么透视的 你能不能抓到他那个透视的关键啊 能不能抓到透视的关键 用盒子方法 而且下面有一个圆形建筑 这个不好画啊 这个圆形建筑 那到底哪个地方是怎么样的 包括他这个凹陷的这种门体啊 这种这种回廊的里面的这个细节 他确实不好画 那你可以去尝试啊 尝试寻找透视的一些规律 重要的 还是我重复的 你要去做啊 你要去做 做比听 比说比理解都重要 去做它啊 做画啊 画这张画 画坏了 没关系 你画的多坏啊 多不好 我也不会奇怪 我也见过比你画的更好 你画的多好 你想让我给你鼓掌 也很难啊 我也见过比你画的更好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放平心态啊 纸张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这个比较厚的卡纸啊 你用素描纸也可以啊 我用我们那个蓝色的素描本上的纸也可以 如果有的东西不方便 你用打印纸也可以 我用打印纸啊 打印纸也可以 也可以完成这个练习 这是个习作啊 不像上一张 我们其实是个相对来说是个作品啊 这次真的是习作 你更多的时间放在练习上啊 你要放在练习上啊 你要练习自己 让自己能熟悉这个图书 好了 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 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 那我跟大家一块示范了也是这一张啊 我直接一会直接去入手画了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开始了 铅笔就可以啊 但是我会铅笔 然后结合一点马克笔啊 这个为了这个快速的出现效果啊 为了这个展示的时候更有这个绘画的感觉啊 纯用铅笔就画成图纸了啊 图纸透视很多做图工程师是要画成图纸的 那我们的课程还真就不是啊 画图纸 我们只是用图纸的理解方法要画成作品啊 所以一会儿我会展示这个部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练习了啊 如果你觉得哎呀 今天的内容完全不行 接受不了 好了 休息一会儿也没关系啊 明天上午很容易时间我们画那个风景作品啊 明天准备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风景作品啊 所以呢 整个这一个月呢 每周三次12节课呢 不可能每一节课都会让你觉得那么满意啊 这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要照顾小一点年龄的同学 比如10岁9岁甚至8岁 我们也要照顾11、12岁甚至14、15岁的同学 所以有复杂的地方 也有简单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用在意啊 具体的一张画的质量 一节课的得到的东西 用素描纸啊 我说了用素描纸 素描纸 素描纸就可以 如果没有素描纸 用打印纸就可以啊 Copy paper也可以啊 打印的这种纸也可以 好了 开始了 开始之后 我会把音响这个音量关掉啊 为了给大家制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独立的去完成绘画作品 我会把音响关掉 好的 开始我们今天的习作 给大家看到 我做的 因为你有没有 我准备一下 你是什么 我拿来 我能不能把音响 那你就有什么 我原来 你 你 你看 补充一句啊 两张稿其实这张图片和这一张线稿都给大家了 你可以其实你需要看到的更多是这些线 而不是那些颜色那些黑白灰哪个深哪个 更多的是这些眼这些线条 把这些线条画准了 就是我们刚才第二张示范当中给大家的方法 所以当你看到真实的图片或者效果图的时候 有效果的这个图片的时候 也不用太惊讶啊 耐心的去完成就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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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 刚才我说过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今天的练习 我接见 我说我是美养的 这是我闹发的 非常好 我感到能不能再接触 我说明天 我说明天 我们要看一下 超线的 我们要注意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张图片都发到我们美术教学的群里了 大家查一下微信就可以 查一下微信里面有图片了 已经有图片了 然后一会儿我自己在示范的当中 我需要把这个分享图 共享图片可能要关掉 所以你需要自己有这个图片 我今天早晨也发了一次 昨天也发了一下 我再发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7月暑期美术客群里面已经有图片了 你留意那个就可以了 微信里的图片 小时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取得更好 咱们的同学 哦 主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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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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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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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习其实还是在透视学习当中很重要的 当然了你马克比一开始使得不是很熟练啊 或者你对透视掌握的不好 你用铅笔的时间要非常长 你可能要起一稿就一个小时的铅笔稿 然后你马克比一上去就破坏了 马克比一上去破坏 因为马克比第一遍的时候 大家应该能看到 我基本是沿着结构去画的 如果你认真看漫画啊 就是你不停的去除了自己画 还要关注我 非常辛苦这个事啊 非常素描学习就这么辛苦 没办法了 然后第二个阶段 我开始进入光影的变化 我要画深浅变化 这也是我们下节课将会学到的 下节课再下节课 我们一共四周的课程 两周透视我说了 然后再有两周黑白灰 也就是哪个深哪个浅 怎么去用黑白灰画出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我第一遍画的是结构啊 画的是透视 第二遍开始画黑白灰 然后我不断的加强加重 那么你其实看我画的这个砖块就会发现 我一直是沿着暗部去画 量部我尽量少画 我主要是画暗部 他主要是画暗部 其实这个技巧呢 我们是手绘效果图的部分啊 也就是你你给人设计个房子啊 设计个室内的装饰啊 用的常规的这种办法啊 但是内容全是透视的内容 内容全是跟透视有关的 这透视就是这么重要啊 就这么重要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有个东西说我还是没有get到你那个东西 我还是不太知道 对啊 你要是一下就明白了 他就这个就挺难的一下明白 因为我也学过这东西 我也知道 不是三天两天啊 你一听就明白了 他真的不容易的 这个第一个是需要你大量的经验的积累 你说我每天都看到建筑啊 但你没有这么看过 你的观察方法不对 你没有看近大远小的变化 没有去感受你的视频线的位置 你一直看的那个叫随意观看啊 我打开摄像头给大家稍微说说这个 如果你非常辛苦了 还花的很累了 你想下课也没有问题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 关于透视你随便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那个随意观看就没什么太大用啊 你那就是一般性的看一个东西 你必须是在你闲暇的时候 或者你在专心的时候 你专门的去分担出时间 专门的去看这个透视 你要首先定义视频线 我的这条线是低还是高 上面的倾斜的角度是什么样 用眼睛去比 或者你拿一个手指去不停的去量 这个经验多了以后 你的观察方法做了大量的改变 然后你要看到那些透视当中关键的 我们叫透视倾斜 这些倾斜的角度 你能看出这些的时候 你能准确的在把外面的那些颜色啊 那些质感啊 光线啊都替代掉 你就去看 这是你第一是观察 第二是你要对着一些建筑去画 不管画的多难看啊 我我也从小也这么画过来的 画的难看的话有的是早就这样了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 你要累积特别多的作品啊 我现在把这个基本的方法告诉你 你要立刻变 并不是你光画了我这一张 马上就能够达到这种熟练程度 包括你看我这张画的稍微着急了一点 我这个透视到这儿的时候 我又出了一点小问题啊 出了点问题这个地方 其实线应该从这走啊 我刚才有点 就稍微一分身 这个就没画好 这个地方这条线应该透视在这儿呢 我就画画的那边就画高 其实应该画到这儿 那我再拿这个马克比稍稍的修改一下 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 这个效果会 看到吗 应该到这儿 那么这边的透视应该再稍提高一点点 这都是透视当中的问题 你怎么能一下就解决呢 那没有太好的办法 就是去练习啊 就是去练习 所以透视的内容确实不是今天学会的啊 在古典的绘画当中 对透视有很好的一个话论当中就记载 就是说你对透视的熟悉 包括你对素描整个这一套东西 完全的能够学习到数量运用的话 也认为11年的10年 至少是10年 他写的是11年的时间 你才能达到比较熟练的 也就是我就算比较熟练 我不敢说我的素描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这个就算比较熟练 你得大概10年到11年的时间连续的绘画 不达到 当然大家说哎呀那个太难了吧 其实每一件事做起来都是要做画好每一张画 然后上好每一堂课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去积累经验越来越熟练 确实任何人都是这样 任何学科我相信也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纠结这些细节 总之我们周末的课程就给大家带来一些这样的内容 内容上比我们的平日的周末的课程 就是以前我们线下的课程 节奏我稍微快了一点 因为线下的课程 我更多的时间要关注到每一个同学的进展 你画的怎么样 他画的怎么样 你的问题 他的问题 我们这样比较集中的网络社会 我们很难去关注到每一个同学 但实际上呢 你发给我作业 我会给每一个人去解答你的问题 但是在解答当中 也是不如这个课下的那种互动更好一点 这我相信是这样 另外就是我的饭画 其实在这个课上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平常你还真没有时间看我画饭画 然后课下我们线下的课程 我们饭画也尽量的快速把意思弄明白就行了 这个课程我比较有时间画画饭画 大家把我的绘画当中的一些经验传递给大家 然后大家又能够增长一个绘画的经验 比如说素描 素描你怎么用的是马克比 不应该用铅笔吗 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你就辣客了 素描说的是观察方法 说的不是材料 说的不是材料 什么话都是素描 只要你的观察方 核心的东西跟素描 跟透视有关 跟虚实 跟穿插 跟对比 黑白灰 这都是素描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去听我念叨这些 有点声色的透视常识 然后跟我一起做这么复杂的练习 不管画成什么样 非常感谢大家认真的完成作品 完成以后你不管画成什么样都不好 你自己觉得不满意 没关系 发给我 我会看到一些你的状况 我会根据大家的这个状态 然后去调整课上的内容 特别是在你报名的时候 比如你报的就是素描 以素描为主的这一系列课程 那么我更会关注到你的那个作品 如果你插图也好 如果你是风景 不管报哪一个 你要更要把那个作品拿出来 因为我会以这些人作为我们这个课程 备课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学生和教学对象 大概是这样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了 大家可以进入午休时间了 明天早晨10点到11点半 别记错时间 我今天看有记错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进入色彩的风景 风景作品 进入风景作品 好了 再见 明天早晨10点 明天早晨10点